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呈现了太多的精彩画面 至少有三大看点将引爆收视 一 杨丽萍和周深神仙合作 一位是享誉国内外的资深舞蹈家 一位是华语新生代不可多得的天赐歌手 两人简直是神仙合作 想想就让人激动 从预告画面来看 杨丽萍老师身着美丽的孔雀装 难道是重现他文明已久的孔雀舞吗 一身白色西装的周深 如同白马王子 深情款款的演唱 站在杨丽萍老师的身边 两人近距离同框 竟然没有一点年龄悬殊的违和感 这必定是一场极致的试听盛宴 让人万分期待 杨丽萍周深合作大秀 带来极致试听上演 二周深的综艺潜能 都知道周深不止唱歌好听 还很有综艺天分 是一名极具潜能的宝藏男孩 从预告片来看 周深参与了多个游戏 第一个是模仿动物的叫声 周深的声音是强项 他将气息拖得好长 自己似乎都撑不住了 被杨丽萍老师点评 演演一息 何老师更是笑得见牙不见眼 第二个是发朋友圈文案 周深写的是夜好冷 我好饿 何老师的点评是 他的暗语暗得根本找不着 引来全场一片欢笑 第三个是看队友做运动猜词语 周深一连猜了星星 尖叫 蹦迪 开心 兴奋 猴子等 都没对 被对方嘲笑是在折磨几方的队友 其实似乎听到何老师提醒 是猜一种运动 但是周深玩得太投入了 估计没听见 到最后 几方的队友都喊过了 周深还一脸疑惑 似乎很不甘心 玩游戏 周深也是认真的 怪不得人见人爱了 三 周深接歌比拼 遭遇滑铁卢 四位歌手嘉宾中 有三位都是歌手 所以怎么少得了唱歌的游戏呢 在接歌大比拼中 何老师说要唱出歌词里面 有比喻的词 刘耀文先抢到麦 他唱了凤凰传奇的 和唐月色中的歌词 完美过关 周深则唱了 邓紫棋的成名曲 泡沫 好听的我都想给对方扣分啊 爱就是泡沫 是一刹那花火 虽然是玩游戏 但是周深依然唱得娓娓动听 何老师评价说 好听的我都想给对方扣分了 周深频频上去抢麦 但是不知道是唱了哪首歌 居然没过关被喷雾了 周深似乎也耿耿于怀 问何老师说 这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唱歌事业吗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 看了以上的直言片语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下一期节目 特别是周深的表现呢 月光波动天地倾弦 万物生长如马克星般 刚过星辰山 流群山之边 风中的川景 长流一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